日前有布农族人在社群媒体 张贴布农族药玉包的广告 点开页面 广告中确实写到 早期布农族的妇女坐月子 喜爱用沐浴去治疗跟调养 运用周边常见调配制作药草玉 另外还提到 因为母亲在花莲万荣乡 也是很有名的中医 同时也是布农药草玉的继承人 这样的广告文宣 让族人认为是在消费布农族 并指出布农族并没有药玉传统 根本是来路不明产品 万荣乡麻院村长也表示 根本没有人在村内卖药玉包 我们村里面没有支撑 这个良姐这个人 而且我们也没有 听说有人在卖 这类似这种药草玉的 这种东西 如果说看它那个图面 来看的话 第一个看起来就不是布农族了 第二个 它的服装 它的背景应该也都不是 不是在本地 所以很清楚地可以看得出来 村长表示 族人看到广告内容都感到被冒犯 相当不满 呼吁业者下架广告 而记者从广告留下通讯软体联络方式 向业者查证 业者却不愿通话 仅用讯息说明负责调理身体的老师 是麻远部落布农族人 疗法师祖传 而到网路上查询 也能看到同一篇广告内文及图片 不过原本的布农族 却改为中国广西的瑶族 面对质疑 业者已读不回 萧绩会提醒 民众在社群平台上交易 要特别小心 萧绩会这边都一向呼吁消费者 不要在社群平台上购物 尤其是 你从社群平台上没有办法 明确地判断 这个发货人 这个业者他的联络方式 没有地址 没有电话 可能就只有一个LINE 一个Email 这样子的联络方式 对于消费者来讲 都是很不安全的 萧绩会提醒 若民众从网络购物收获时 就要赶紧打开确认 若跟广告有落差 应紧述跟物流公司联络退费 保障自身权益 也是新闻 R156台北市花莲万荣采访报导